现在是2020年下半年了 刘伯温旧结碑中的就是同达铁罗汉难过7月初一时三 这个时间已经过去了 并没有发生第二波疫情的高潮 中国历史上大名鼎鼎的刘伯温预言落空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关于2020的预言都是瞎掰吗 进入话题之前请大家帮忙订阅 点赞和留言 感谢大家 大家好 欢迎来到脑洞verse黑洞 我是李欣 现在2020年已经过去大半年了 此前大家谈预言 很多人都谈到了刘伯温和他的旧结碑 也叫陕西太白山刘伯温碑记 其中明确的说道 就是同达铁罗汉难过7月初一时三 任你金刚铁罗汉除非善奶能保全 很多人对此的解读是瘟疫第二波的高峰期是7月初一时三 是农历的7月初一时三 我们在第1期预言帖口具具惊心 2020年下半年是否更可怕 那一集中也是这么解读的 但是现在已经9月份了 大家感受到的还是 岁月静好 疫情是比较平稳的 其实一个多月前呢 我在那个视频的下面已经给大家留言了 说这个刘伯温的预言已经不准确了 很可能今年八九月间不会出现疫情的高峰 我当时之所以这么说还是有一定根据和分析的 请大家耐心的等到最后 到最后我们给大家揭晓 为什么大名鼎鼎的刘伯温这个预言不灵验了呢 难道刘伯温是江湖术士路边算卦这种人吗 当然不是 历史上鼎鼎大名的刘伯温可是很有来头的 他是朱元璋的军师 大明朝的开国元勋 被称为著名的军事家 政治家 文学家 他上知天文下小地理 波谷通金 他给后人留下的预言 包括著名的烧饼歌 金灵塔碑文 还有这个旧节碑文 涵盖后世了几百年的历史大事件 他是与诸葛亮齐名的大预言家 民间流传说 三分天下诸葛亮一同江山刘伯温 刘伯温辅佐朱元璋从一个讨饭的和尚 一步步的登上了皇帝的宝座 开创了大明朝276年的基业 而且他多次运用他未卜先知的能力 帮助朱元璋克敌至圣 甚至还在关键的时刻救了皇帝的性命 而刘伯温的这些神奇的事情在史书上都有记载 有一次 朱元璋不听从刘伯温的以静之动的建议 亲自出兵 后来呢 战争局是果然就像刘伯温所预料的 敌人乘机围攻了宏都 情况非常不利 后悔不迭的朱元璋对刘伯温说 不听军言及诗迹 于是朱元璋亲率兵在鄱阳湖上和敌人陈有亮进行激烈的水战 史书记载 当时朱元璋站在船上 而正在陪侍左右的刘伯温突然一跃而起大叫 让朱元璋赶紧更换战船 当朱元璋仓促换船后 还没有坐定 原来的战船就被飞炮击碎了 可以说 刘伯温在危难关头 未卜先知的救了他的性命 这件事情记录在《名史列传》第16当中 据说刘伯温刚刚出山 第一次见朱元璋的时候 向朱元璋提出了十八册 朱元璋按照他这十八册 以若克强成功的灭掉了跟他争霸的陈有亮和张世成 最终一统江山 据《名史记录》 其后太祖取士城 北伐中原 遂成地业 略如鸡谋 这里的略如鸡谋 应该就是指刘伯温向朱元璋进献的这十八册 《名史记录》 朱元璋刚刚读到十八册的时候 大喜过望 对刘伯温是 助李贤管以楚姬等 崇李慎智 但是民均有传说 朱元璋在大喜之后却是大惊 因为这种未卜先知的策略实在是匪夷所思 以至他用完之后就完全销毁掉了 不敢留给后人 可能他想如果后人拿到了这十八册 是不是也可以跟他一样从平民做到皇帝了呢 所以原始的刘伯温的十八册已经完全失传了 介绍完刘伯温 我们再来看看他的旧节碑文 这是在民国时期在民间广为传抄的一段预言文字 经过上百年的战乱天灾流传到今天 流传的版本有几个不同的 内容大致都是相同的 但是有个别地方小的地方有出入 有人怀疑这是不是真的刘伯温流传下来的 还有的人说这是江湖术士瞎编出来的 当然有的人他是怀疑一切的 没有自己亲眼看到或者是亲身经历过的事情 他全都不承认 历史的真伪我们没有时间去追究去考究 但是我想这样的文字经过几代人上百年的浩劫 能够流传到今天可以说是弥足珍贵的 不会是没有价值的 里面的内容非常值得我们仔细研究参考 下面是我的一点解读 我想大家肯定还有很多不同的解读可以给我留言 我们一起来参考 天有眼地有眼人人都有一双眼 天也翻地也翻逍遥自在乐无边 这里是说苍天有眼人在坐天在看 上而有报是天理 所以这里讲的主旨也是上而有报的意思 在这个天翻地覆的灾难时刻 有人却不受影响 还是逍遥自在乐无边的 贫者一万留一千 负者一万留二三 贫富若不回心转 看看死期在眼前 这里说很多人会在灾难中死去 但是我之前的节目中有讲过 一万留一千的情况不会发生 就这一点来说这个预言也不再准确了 平地无有五谷重 仅防四野绝人烟 这里讲的是粮食危机 大饥荒造成四野绝人烟 人们要么是四散逃难去了 要么很多人饿死了 这个预言还没有实现 但是中国的粮食危机似乎已经近在眼前了 我们等等看吧 若问瘟疫何实现 但看九冬十月间 这里准确指出了瘟疫爆发的时间 这个预言已经实现了 行善之人得一见 作恶之人不得观 世上有人行大善 遭了此劫不上算 善恶不同的人结局是不同的 有人在世间做大善事 怎样的劫难都不会影响到这些行大善的人 还有十愁在眼前 一愁天下乱纷纷 二愁东西饿死人 三愁湖广遭大难 四愁各省起狼烟 五愁人民不安然 六愁九冬十月间 七愁有饭无人食 八愁有衣无人穿 九愁尸体无人减 十愁难过诸鼠年 若得过了大劫年才算世间不老先 这里讲世人面临各种各样的劫难 我之前的节目有谈过五行之劫 这里提到了瘟疫 饥荒 战乱等等 疫情爆发的2019年和2020年 诸鼠年是艰难的年份 就是同达铁罗汉难过七月初一时三 这就是前面讲的不再准确的地方了 为什么会不准确呢 我们最后再给大家分析 任你金刚铁罗汉除非善奶能保全 灾难面前只有良善能带给人健康平安 尽方人人艰难过 光过天翻龙舌年 幼儿好似朱鸿武 四川更比汉中苦 朱鸿武 朱元璋年幼时 家乡遭遇饥荒 父母双亡 出家要饭为生 这里预言艰难的日子要持续到龙舌年 也就是2024年和2025年 大师侯如雷胜过道白虎 犀牛献出尾 平地欲猛弱 宗教中讲修炼要像熊师一样勇猛精进 狮子一般指的是修炼人 大师吼如雷 像熊师一样勇猛精进的修行者 在世间发生救度众生 胜过道白虎 隐含的意思可能是说 今天修行者在网络发生 救度世人的影响力超过很多其他的声音 若问大平年 驾桥迎新主 上元甲子道 人人哈哈笑 问他笑什么 迎接新地主 上管三尺日 夜无道贼难 虽是谋为主 主作中央土 人民喊真主 这里讲众生欢天喜地迎接救世主的到来 赢钱是个宝 看破用不了 果然是个宝 地下列不倒 现在人们把钱财看成是宝贝 但是还有比钱财更好的宝贝 能够让人屹立不倒 人都知道这是个字迷 但是具体的解读却是五花八门 七人一路走 引又进了口 是个真字 真字的古代写法 顶部是个七字 一横在古代常做横折 类似走字的底 包往二十口 从上往下排列 就是个善字 三点加一勾 按照中国古代的拆字方法 勾拆开是两个字 包和丝 包加上一点是个认字 丝加两点就是心字 上刃下心是个忍字 真善忍这个宝贝 让人人喜笑扬开 各个平安吉祥 刘伯温最后留下来的字迷 就是人们走过劫难的宝典 难怪经过百年的沧桑 几代人的传钞传承 人们都虔诚地把这段文字保留下来 陕西太白山刘伯温碑记 整篇看下来很多内容非常准确 虽然有的预言还有待时间的检验 但是为什么7月初一时三 这句话落了空呢 既然刘伯温肯定而明确的把具体时间写出来了 很可能历史上就是这样安排的 但是到今天改变了 为什么改变呢 古人讲天时地利人和三个因素合在一起 决定事情的结果 人为的因素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改变 原先上天定好的安排 圣人说 人心的改变就会使事情向正面转向 不是刘伯温的预言不准确 而是世间更多的人心向善 把原本安排的7月初一时三的瘟疫 再度大爆发的灾难推迟了 或者是减轻了 大家注意啊 我可是说是推迟了或减轻了 我没有说这灾难不会再度大爆发 这场源于中国武汉肺炎的瘟疫 被称为中共病毒 被中共控制荼毒欺骗越深的地方 受到瘟疫影响越重 有人把它看成是天灭中共的一个过程 想想美国政府从武汉肺炎全面爆发以来 一直大刀阔斧地跟中国进行脱钩 在国际社会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同盟 形成一个自由价值的联盟 整个国际形势变化非常大 还有美国11月初将进行大选 如果瘟疫在大选前全面爆发 会对选情产生极大的影响 想来预言不准确真的是个天大的好事 现在的每一天都是给人们改变观念 找寻真相 归正自己人心向善的机会 所以尽管有灾难 未来还是充满着希望 好人会一生平安的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请您帮忙订阅和传播这个频道 请帮忙点击小铃铛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